留下来的放眼世界 把握环球机遇 接通各地港桥 建尼地正经 冯志正 好,回到来星期四 台湾全体 又台湾 喂,真是大祸 每天都十个八个记者招待会 真是人都瘋了 对啊,所以我们今天 不讲台湾,先讲大陆 你想想台湾 我们想着现在小线油都做一两集 做完之后,现在你想怎样 你这样继续下去,我们不用做了 我到现在为止 是不是还没订到呢 我看到就好像没人订到 我们唯有郑浩南上身 补水,补水啊,补水 现在说很多 可以更新几句 现在各节 开几个记招 内容都是大同小异的 总之就是你不对 我对 我就说我可以养的 谁说我不可以养的 大局为重 政党轮替 你讲的是蓝白那边 好了,各有各讲 现在国民党那边就出了记招了 其实主导权就在民众党那里的 民众党就不太理他了 开了记招 然后就出了个不分区名单 招点就是伤枉就放第一 伤枉就是黄珊 是吗? 我不是黄云珊 我以为阳达又过去了 不是,我阳达好像是日本 OK 那就是这个黄国璋和黄珊 很欺负你啊 那问题,那郭爸爸的情况是怎样呢? 传闻一就说谈不够数 传闻二就说找Lypesia 就会去配这个OP OK,那这个就要等 郭爸爸干什么? 等行政会等行非要? 郭爸爸要交罚款 因为最后要罚款嘛 不是查他税的 是 大陆查他税 巨雅八万台币 人生多大侮辱啊 真是很大侮辱啊,有没有搞错啊? 碎谷查我 查我都要交几十万 这些红海查八万 真是离谱的 OK,大致就是这样 最新的更新 大家卖广告了 留意着小弟的台湾选战系列 我们这边也有个台湾选战系列 但是我们现在感觉上像是汽补嘛 他们搞 汽补就很好笑了 那么多个民调出来 你跟谁来动啊? 以前香港就只有中庭耀而已 台湾这么多个钟庭耀 是不是? C style 所以我觉得这次台湾选举 是大家值得留意一场选举来的 最值得留意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说了这么久也好 遥遥领先那两个 是没什么出声的 又不是尾到炎遥的 他三十多而已嘛 33 我估到最后36 那你还要萧美琴出了之后 他还没做铺呢? 是的 没错了 萧美琴的声势就很好的 OK 也都 是啦 明天就开始会开 萧美琴明天就开几招 昨天就有一些 相关的片段 他之前跟尖辅冲的问答出回来 那我们继续观察吧 继续观察吧 做人最差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被人照完唱 或者照完松 对不对? 现在习大大就走了去APEX吃了一餐饭 吃了很多餐了 现在照完之后呢 你看到了 黑石集团就打算卖出这个 中国11个物业价值 就超过8亿 然后其他公司继续是打算撤出 波叔都见了很多公司啦 你看到今年IPO上市的 上到那个Ibank的banker 还有那些律师 打算早下班 这些真的是 赵元松的最佳例证来的 我以为男人没得被人赵元松而已 原来真的有的 不是呀 APEX成果满风 中国地位大大提升 个个都说要台积电衣晶片 台湾属于中国的嘛 这个时候又拿回张忠谋出来 张忠谋多好啊 很受欢迎 就是了 当你媒建国都是中国人 你张忠谋怎么姓张的 姓张都是中国人 应该是一大班官媒立刻唱 我们的台积电 我们的台积电 杨威海外 所有外国人 都要敲门 要求我们的政变 是信的 那最糟糕是什么呢 张忠谋又说了就说了 APEX张忠谋也有去 他就代表着蔡英文去 他怎么知道又去 就是主家籍 他其实去了很多年了 张忠谋是 每次APEX都是 蔡英文就找他代表着台湾 但是呢 其实我怀疑过去这么多次 张忠谋去到 是没有受到这么高规格 还有这么多人关注的 过去如果去看的话 如果你看到这次台湾 也有派过商务局的局长去的 那个局长呢 是布林肯 看都没有看他 然后雷蒙多 碰都没有碰他 这样的那些呢 赛个嗨都没有 因为是你免得 因为你不能够将国同 他们觉得是一中政策下边 那个这样的台湾 有这样的接触 免得令人误会 但是呢 这个官方身份没有了 张忠谋就不是了 转过头跟你说 虽然我代表蔡英文 但是我是贼了声音的 第一样东西 所以美国都很聪明的 所以他找了贺锦丽去 没有人会觉得贺锦丽 代表美国政府的 那就碰了 绝对不会引起誤会 最战狼那些都不害怕 都没所谓 佩洛西来 哇搞错 立刻炸他 如果何锦丽来台湾 应该OK啊 那你就去咯 没所谓 谁啊 何锦丽 请问他上班这么久 做了些什么 不知道 第二样东西 为什么张忠谋会受到 今年 今届APEX 会直接 这么高资格的 那么多曝光论 为什么呢 东升细港 全球经济向东移 就是向了 主持人生那边 没错了 没错了 是啊 但是我不知道啊 张忠谋他见了 他没有什么大型的聚会 他在这里台湾呢 我见到他有一些台湾的晚宴 有和商界晚宴 站在拜登旁边 是啊 他都挺高规格的 从这个角度看 高规格的 所以东升细 所以今次中国地位大升 我觉得今次成果甚丰 是很高兴的 不过 不过 我们说回香港 朱几峰就说 我们都 因为其实中国就 还是你想说 你想说香港 还是先说资金照元宋 没所谓啊 我唯一你说香港 都是说资金照元宋 你以为香港吃我们的餐不少 这次波叔去到呢 就没什么吃饭的 他去了哈巴Viu吃而已 那一条街对落 那边 那边 是啊 你都没有问他 我也不明白 你做什么 你是直播 你是直派记者来的嘛 就是 超美琴你也访问不到 波叔你也访问不到 我是谴责你的 是不是有经费 我在这里吃了一餐很好的牛扒 就是原定应该出街的时间 就应该是我和方月 就去了吃斋 方月吃斋 是吗 是啊 所以我带他去吃蚝 他要减低罪业 我都要 但是不要紧 吃东西就算了 但是波叔 即确真的没什么见到人的 但是你不要说这一餐 你想想前一阵 我们搞了第二届 国际金融领袖峰会 第一届的时候 然后我们被誉为是什么是六星级 还是七星级接待 因为吃了一间三星级 再吃了两间四星级 两间两星级 然后我们今次吃 我们也是吃到好东西的 这班大老板 每个都来香港 做这个国际金融峰会 出来结果是什么 IPO又说上不了市了 又说拔走些东西 然后见到很多老板 又说加快撤出香港了 真是赵元松的 我们香港给人 通一个棋式 不是的 你要正面点想的 因为港湖上个18,000点 已经做了事情了 第一 我刚才说波叔 你不说我都不记得他去了 第一件事 不是他不是去了 就是他去了APEC 第一件事 我看一些媒体报道 假设你去完APEC 你要匯报的 是不是 你要跟你说你去做些什么 还有他 他都见了习主席 有见了几分钟 有四分钟 是的 我觉得很有趣 他报道就是这样的 第一 就是说 我直接读过报道 就是说习主席 两度和他对话 近四分钟 他们说话很快 还是急口令 四分钟 四个嗨都说完了 所以我一直在想 我们现在录的节目 已经是大概八分多钟左右 就是了 真是识字语言 所以我想了很久 究竟伟大的习主席 究竟用什么精练的说话 有什么重要的对话 跟波叔说了呢 我估计是这样的 我估计是这样的 不客套了 直接问 我估计是直接问 因为四分钟很快 我估计是什么 我估计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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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钱 你多钱 然后 还有多少钱 还有多少钱 为什么说英文 不好意思 大家转了台 去美国 还要多少 大概兩千個億 可是可以給我 接著快快快 一個星期一個星期 第三個問題應該就是 你有我的戶口嗎 有有有有 好交給你了 應該是這樣 四分鐘 我猜 或者加多一句 你下年可以多拿幾錢回來 你今年有多少 你下年都加上一條數的 是不是 下年又沒有 真是難說了 真的 唯一是這樣的 我有看過一些報道的 我猜Jicky 你可能補充一點 我就這樣看 我都挺招頭 他就說這次訪美有三個目標 波叔 就是會在會上介紹香港的新機遇和優勢 你跟誰介紹 你跟美國介紹 不是呀 跟大大 是咯 他這次訪美是跟大大介紹香港的新機遇和優勢 坐在旁邊嘛 有些事你不方便直接跟老闆說 所以其實我覺得波叔那段是計錯了數的 他是不是說有四分鐘的 他不計他開會的時候 就看著拜登說 我們好得的 是不是呀 老闆 嗯 我們呢 只保持在這裏說給旁邊老闆聽 是不是呀 金融城市 嗯 OK的 那你這個時候也推銷 還有 跟不同的國家或者地區領導人回面 廣交朋友 廣交朋友 你裝個Tinder都可以啦 是吧 你去ABAC 你去ABAC都認識朋友 OK 探訪企業 招商引資 吸引人才均達到預期效果 我真的想知道 他招了什麼 預期效果 我預期是沒有什麼效果的 所以達到了預期已經 不是吧 招商引資 吸引人才 他提到有些招商引資和創科發展有關 包括人工智能大數據 喂 你說了人工智能大數據 他剛剛那個阿里雲拆不出來 因為就說沒有晶片 被制裁 那香港搞什麼人工智能大數據呢 可能在美國買了兩張Nafilia吧 哦 拿了兩張 買了兩張 那個行李箱 只有30kg 放了兩三張 OK的 哦 原來陳茂波過去買晶片 幫國家 哦 OK 是因為黃仁芬又去張宗謀 搭謝燕 可能直接過去找他 喂 弄兩張來 哎 Mr. Wong 因為黃仁芬講英文 英文厲害一點 Mr. Wong Can I buy two tickets 哈哈 搶票 別人以為是搶什麼票 喂 弄兩張晶片來 哦 原來過去採購晶片 OK 還有 醫療和生物科技 金融科技 先進製造業 新能源 新材料 這些都是香港政府 重點發展的範疇 嘩 我聽到真的覺得很偉大 香港 近來聽來聽去 香港的發展項目 都是夜繽紛的 莫非你跟我說夜繽紛 可以用到新能源 新材料 怎麼辦 就是夜繽紛那個棚 那個棚 那個棚是用新材料 大陽能 紅水 LED燈 蘇格蘭場非工業用 是不是 哇 金融科技 金融科技就想起JPEG 先進製造業 我不知道怎樣 怎樣先進製造業 香港製造業 是不是 那我就覺得 我又不太知道聽到什麼 你覺得波叔有沒有什麼進展呢 其實波叔我又不覺得他沒有進展 但剛才你說的東西是怎樣寫出來的呢 波叔在這個星期拜拜訪了幾間機構 去集大大南灣接機 去接機之前就過了南灣 找了一間生物機構 都不是去到南灣的 總之因為順路 要去接機機場附近有一間醫療機構 他就在那裡見了一個CEO 剛才是說金融科技 因為見了Visa 然後見一下見一下這些人 就說自己做到東西回來 但是以前我們 我不當香港 習大大去外國說 那條交易 是真的簽一張單回來的 我又不覺得波叔跟他說 我決定買廿梭香蕉那些 即是你說 你說有其他國家簽單 還是說波叔要去簽單回來 波叔或者怎樣簽單 以前習大大去美國 200架波音 我幫你掃了它 那些 Airbus去法國 就買Airbus 這樣 但是 現在波叔去到 你說你做了交易 我們都要想 你是不是真的做了交易 是不是要簽一些東西 那你都要有東西簽回來的 那這個就尷尬了 你現在窮了 你還要賣別人的東西 你香港第四年赤字 你現在赤字千多億 是不是 喂 你亂買東西 習主席 就是你亂用國家的金錢 習主席就不會放過你了 那你還哪有得買大單呢 是不是 中國就有 反而 中國又買波音 又買大豆 中國就有 不是 中國是全買波音 他解除了買波音 他好像還沒簽的那張單 是 是 就是中國就很有誠意的 就因為要開放回市場 那有一個新聞 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 就是 他跟馬克龍通話 他說很歡迎法國的產品 和企業進入中國 突然間中國很歡迎 很歡迎外資 是啊 但是 但是 那些人真的沒有什麼義氣 聽完你這麼說 因為吃完一頓飯之後 這個又切枝 那個又切枝 那你說 就是 又真是衰些 是啊 他跟法國說 我可以歡迎你的產品 跟著 然後法國馬克龍 就打回LVMH 你怎麼看 LVMH說 我開始在收拾公司 你看到LVMH在拔走東西 是不是 銷售量是下跌了很多 LVMH旗下的品牌的話 所以 其實現在的問題 就是 為什麼我們面對這個問題 就是 為什麼趙元宋 習大大去吃那頓飯 跟大家說完 將不會打 Kelvin 很安全 現在 204幾 我不知道 總之 不打 是不是 我 搖Kelvin一命 他不用武力統一 他用其他方 他用和平 他用其他方的統一 找些 找些 疊 找些疊 很危險 繼續 繼續 我不殺了Kelvin 他來到 不打 OK 很確定 就跟你說 我不打 再去跟日本討 跟岸田那邊討 大家朋友 朋友 是不是 跟著 走出來說 OK啦 有什麼問題 我不清霸 我不會和你破壞美國規矩 整件事 是展示了最好的姿態 給外國的商界 但是換來的是什麼呢 換來在華爾街日報的其中一條題目 習近平未就中國營商環境安撫美國商界領袖 就是那頓飯 大家在給二千元至四萬元美金 去吃那頓飯 你做完吃完出來跟我說 我沒有做到事 有沒有搞錯 這個呢 我們又要體諒一下習帝 因為你皇帝要跑山 就不太習慣 因為通常皇帝 就只是接見這個萬邦來朝 是不是 你過來 你過來 這個 所羅門 就開張單給你 這個 巴基斯坦 我又開張單給你 現在發現 皇上 庫房 沒有錢 好了 皇上去跑山就不習慣 所以呢 其實這些就不應該是皇上做 應該是皇上身邊做 所以波叔是做不到的事 你看那些是把鬼嗎 你應該是幫幫皇帝去招商引資 剛才剛才也說過 好了 你就說 喂 習帝已經釋出善意 你要知道 一招被蛇咬 是不是 喂 見到草都害怕 之前發生過什麼事 你記得 你的反間諜法 哇 這個明治又被拘捕了 這個兵又被拘捕了 跟著一堆那些什麼都被拘捕了 是不是 那些 那些 什麼評級機構又要踢走 那些什麼 四大會計師樓要踢走 那你拘捕了這麼多天 你說了這麼多話 你突然間 你還沒什麼怎麼說話 你只是把口說 我們歡迎外資 當然不相信你 你要拿一些誠意出來 怎樣拿誠意出來 你之前不是拘捕了很多人嗎 拘捕了很多人嗎 之前那些 那些不是說很多 突然扣留了那幾個堆人 以前那些什麼 扣留了兩個Micro 換回孟晚舟 是啊 你應該吃吃飯的時候 突然 一堆Ibanker 拘捕了一些 鬆綁 哈哈哈哈 然後你才有誠意 才可以 那些什麼Main 什麼Bain 拘捕了十幾八件 那些什麼莫凡 那些全部 都拘捕了出來 許家印 整抽 綁住 插個牌在上面 整抽出來 鬆綁 然後波叔就說 嘻嘻 嘻嘻 然後就過去剪掉 那些繩子 然後就 好了 你跟他們說 我們現在歡迎外資 你一定是這樣的 We welcome you 沒錯 第二件事 其實亞洲的出口 好翻很多 不知道第一件事 台灣和韓國的出口都好翻 之前連跌了很多 即是中國又是出口提高了 因為台灣出口又高了很多 不不不不 因為做了多了其他市場生意 嗯 是的 那韓國為什麼突然又好一點呢 記得韓國上次尹錫月去 尹錫月去這個大衛營 大衛營 我沒有記錯 去美國那裡好像是大衛營 他做了什麼 罵了中國一次 沒有錯錯錯 現在不是了 我記得他說 他說我們播的那些什麼 長津湖是不對的嘛 然後又是說韓戰問題嘛 美國和韓國當時 攜手在韓戰上面嘛 我記得尹錫月說什麼的 不是好東西來的 那些假的東西不用理 重點是尹錫月 都要招商人知的 是嗎 他都要跟美國說 就說 喂 我們現在一起合作 美國都不相信他的 因為之前你文在寅親中的嘛 尹錫月 怎樣令到美國人相信他 現在真的會親微 他唱一首歌嘛 記得嗎 唱好像是 American Pie 好像是唱 是不是唱American Pie 是唱American Pie 那你 叫習帝唱一首歌 就難一些的 你叫他波叔 波叔唱一首歌 有什麼代表美國的歌 除了American Pie之外 唱一首歌 Taylor Swift那樣 Tommy Maybe Tommy Maybe Tommy Maybe We are the one Michael Jackson 波叔在那裡 大家站在拜登面前 We are the one 哈哈哈哈 你這樣才讓人知道 原來你都是喜歡這個 美國的文化 人家才會相信你嘛 你又不做這些事情 所以就搞到這樣 那一頓飯 波叔很辛苦 先來叫那些一堆飯出來 波叔又去幫忙解個飯 解個飯 唱歌 喂 你不用做 你不用做 大哥 他又帶了蔡奇過去 又帶了那些什麼 南佛安 又在旁邊 是不是 那王毅又在 是不是 每個都在那裡 不用了吧 不用每次都是波叔自己做 是吧 應該整班合唱團 你說四個 四個就應該 B-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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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可以 這樣唱幾首 即直表演一下 這樣令到大家覺得 啊 你真的想融入這個 國際的價值觀那裡 因為人家才會相信你 要不然就搞到這樣 所以 你說黑石那件事 其實 就 其實都幾PK的 黑石 黑石 就是 你所說 吃完飯之後 就馬上說 是啊 他有沒有吃過那頓飯 我也不知道 有人在 對 那頓飯 有人是給了錢 沒有到的 譬如說 是啊 我記得Sucrebert 就給了錢沒有到 然後 Sucrebert給錢沒有到 很合理的 你Facebook 我都用不到 哈哈 你講得對 你講得對 應該習主席 OK 突然間 他就說 欸 我剛剛開了個Facebook帳 那你是不是有一個 即是你是不是有一個 國際的價值觀 你轉回來 突然間 你想想習主席第一哭 這樣 大家說 做事做事做事 你跟什麼 Ig post 哇 Story 這樣 你這樣就覺得你是接軌 就是我開了一個藍剔 我們一起來全場在這裡 自拍過 那個漂亮自拍 對 你要跑山是這樣的 那Elon Musk有個X 蛤 Elon Musk有個X 他也是來到4個X 走了 不要緊 Elon Musk是一個自己友 沒有太大問題 這個人 不用理他 不需要招呼他 這個他自己搞定 說到黑石那裡 就說拋售這個物流圓區的情況 嗯 其實這個是其中一單 我們上集都說過 就是中國的FDI 其實第三季第一次負數 這二十多年以來 然後你計算10個月 計算10月 頭的10個月 都拉雲都是跌的 FDI 我們解釋FDI就是說 這些外資在中國裡面賺的錢 它會走回 那你說 你可以這樣轉動 你說因為人家 美國那邊賺到錢 是啊 但是那些錢就是走 是啊 還有我們上次分析過 不是那些錢走了 其實是沒有錢進 這個應該是方圓做 方圓找了兩項數出來 整個FDI Inflow 跟Outflow Outflow的變動不算特別太大 但是那個Inflow 突然間少了 就是突然間大家不投資中國 我們看回那頓出席名單 第一個就是Emway CEO 不過Emway是不是那些 那些叫什麼 傳銷那些 傳銷中國犯法的 來做什麼 中國發力比較好 Emway好像中國沒有生意 犯法的 所以全部都是在香港做的 搞過的 有過點的 我知道Emway是 但是 你先繼續說 繼續說個禮物先 好 跟著Tim Cook Apple 但是聽聞來一來就走了 跟著Black Rock 跟著賣錢走了 跟著Black Stone 是 跟著這個關係的 這個波音 多謝你買了那麼多飛機 跟著Blockom Blockom有什麼關係 Blockom的晶片 都是 有 Blockom的晶片 中國用到的 因為它不是很漂亮的關係 繼續 跟著有一間 就不知道叫什麼 什麼 Fusion Genetics 就是做DNA 做醫學 應該是生物科技 是 跟著有一間 叫GLED Science 又不知道做什麼 跟著有一間Hundiwell 跟著就是KKR OK KR很大 就是Profit Equity來説 是啊 但是KKR 現在就是被一邊在捉 被對中委員會 就是在問KKR 在裡面 有幾個是有捉 跟著 金沙 Las Vegas Sands 是 跟著就是Mastercard 其實不是很多間的 頭牌只有這幾個 幾間東西加起來 你問我 我都不覺得 你問金沙 是否投過賭牌 都成問題 嗯 喂 你剛剛說 唯一有成果 就是Mastercard Mastercard 進去了中國 哦 Mastercard進不了中國 這樣 之前不給的 之前中國是銀聯 銀聯還有一間東西 它現在宣佈 由Mastercard 還有 它在中國有間clearing公司的 不知道什麼萬聯 什麼東西 那間就負責做結算clearing 那你就跟Mastercard 就是合 就叫John Venture一間公司 而那間公司 就可以幫中國發卡 其實這個都很大的突破 為什麼這些卡 進不了中國市場呢 可以走錢 哦 但是中國有credit system嗎 我怎麼做卡 中國當然有credit system 信用系統 信用評級當然有 不是中國的信用評級 我們記得那時候 信用系統的銀聯卡 是儲值卡 我們真的要用信用卡 最後是找了螞蟻來做 但是螞蟻倒了 現在就放了Mastercard 但是Mastercard進去 那誰做Bank 我Mastercard 我出賣卡服務 沒問題 你都要給我銀行 我才可以 那這很小事 找一間銀行做結算 這個就不太難的 但是重點 因為你就算找哪間銀行 結算到 金額多小 你都可以走錢 小額都可以走 幾千幾千 因為你一在海外 我拿一張Mastercard 你沒有理由給我賣卡 是不是 你沒有理由給我賣卡 但是你沒有理由 你不要跟我說那張Mastercard 只是中國境內才用到 那真的笑死我 不行 香港有一間銀行的Mastercard 在海外賣卡不到 那是哪家 這個是出名的 香港有一間Local Bank 不說哪間 有一間Local Bank 因為我以前用過那間 然後那間銀行 你在海外賣卡 他就說 你是否被人盜用了一張卡 我看到你在海外 有購物服務 然後我說 我之前買了一張機票 你不讓我賣酒店 你是不是瘋了 現在 他是讓我出境 然後不讓我預訂Agolda 真的笑得我爆醉 然後我預訂Agolda之後 他說 我看你在乘搭Uber 我怕你會被人盜用這張卡 一直打電話來 所以其實Mastercard 不一定能走到錢的 不過它是好 它是開到法卡中心 起碼就發到那些卡出去 所以你看到 大了借貸 例如Mastercard 都是的 就是令到資本 所謂的信貸市場好些 但是 我們不知道它的管制是怎樣 原來你說 所有Mastercard 原來都很厲害 是境內用的 我覺得佩服到不看頭地 但是我當不是先的 正正常常的 怎麼都有一些東西海外用到的 這個本身 為什麼一直都進不去呢 因為這個信用卡 是有個走錢的風險在那裡 你不要管你們多少 這是第一 第二樣東西 中國一定要 它要拿著它的信貸評級 是不是 它不可以給了你海外的 你海外拿著你的信貸評級 這個是國家安全來的 這個是Big Data私隱來的 好了 現在都開放給你 還有 打給馬克龍通電 又歡迎法國的企業 進去這個中國市場 其實現在的門是大開的了 現在是 就是要 就是以我觀察呢 就全力要找回外資回來的了 但是你叫它全力找外資回來 那現在外資是不來的嘛 對 所以今天我們說趙元昌的新聞 就是告訴大家 是外資 好像感覺上 如果我們看回美國媒體的說法呢 就是它們不像是有興趣回來的 這個牽涉 這個是我們的節目 就是差不多一直都這麼說 雖然首先就是少看一點 如果認真一點去分析的 為什麼外資要先走 外資 就是資金 資金 就是作出投資 投資計兩樣東西 一個就是回報 一個就是風險 很簡單 一個回報一個就是風險 就是成本 你當回報和成本 回報現在越來越低 為什麼回報越來越低呢 因為經濟放緩 那為什麼經濟放緩呢 人口 勞動力 是不是 再加中美關係 所以它起碼先解決中美關係 還有你的債務危機 你的內需問題 這些是我們看到的問題 他們還有很多是我們見不到的問題 好了 這是第一部分 風險方面的 什麼是風險的 不確定性 其實我不知道你發生什麼事 習主席就說 不是 我們中國很好景 是嗎 好了 然後那間企業就說 我也想是 讓我先搜尋一下 好像我們上次的說法 一搜尋 你找誰搜尋 喂 這間又不能做 那間又走了 這間又走了 我都不知道 我一看媒體全部都唱好的 嗯 那這個資訊 也不知道去哪裡 那這個資訊 蓋樂也不知道去哪裡 喂 這個是資訊不平等來的 所以 你的回報越來越高 風險越來越低 回報越來越低 風險越來越高 而最嚴重的 還有幾個原因 第一就是你的資本 你的資金成本越來越高 喂 以前我拿10億過來中國投資 沒所謂 拿10億通街 一按就有10億了 現在我拿10億出來 我每年我虧5% 是嗎 喂 我拿1億的5% 就是5 是不是5萬 我有沒有計算 1萬萬 不是 1%就是100萬 500萬 大哥 是啊 只是興趣500萬 喂 我為什麼要放你這裡呢 這是第三個問題 第四個問題 你又減息 你中國又減息 是不是 以前人民幣息口高於美國 現在美國高於你 這是第三個問題 第四個問題 我又不是沒有選擇的 你看旁邊的日本 你看旁邊的台灣 樓下的印度 你看 你給點誠意 你看印度 印度多串 印度 伊朗馬斯 他不知多麼愛國 他現在都要入印度市場 是不是 然後你看旁邊的韻石院 唱了美國派 日本就不再說了 日本就聽教聽話 你現在是 你明白 皇帝 我明白的 你做了天朝皇帝 做了很久 是不是 對上那20年 全世界都是地球視頻的 全球一體化 中國就是最強勁 是不是 你就負責坐在那裡等錢收 現在不是了 皇帝 現在有很多對手 你要和他們爭 你要和日本爭 和韓國爭 和印度爭 和東盟爭 那你就要拿些 你不可以再用 只是靠一把口就說 我天朝大國 經濟看好 全面看好 人家就看不到 你說是沒用的 你要展示一些東西出來給人看 那你一陣子的問題 就是展示不到東西出來 所以那些資金 都逼著趙元松 他有展示到的 他在一頓飯上面 你們有什麼 美國派 不要緊 習大大那天吃飯說了什麼 就是 天人合一 道法自然 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理念 我們決不會走戰爭 殖民搶掠 脅迫的現代化的老爐 無論今後發展到哪裡 我們永不稱霸 不抗張 不強加於人 不謀求勢力範圍 不和任何國家打冷戰熱戰 聽完之後是不是很巧 你不可以只講 你講完之後 可能其實拜登都覺得 哎呀 不是跟拜登講的 這個是商界講話來的 哦 跟商界講 好了 那你的商界就會收風的 是不是 可能就會 他講到中國永不稱霸 是嗎 等我先問一下朋友 啊 接著問一下 那我見到可能是Anthony Blinken 就在那 喂 Anthony Blinken 他說永不稱霸 近來那些地緣政治 是不是好一點 Anthony Blinken 就說 這陣子沒有更新的 等我先問一下我朋友 一打個電話去菲律賓那裡 喂 菲律賓 他說不霸 他說不霸 你那邊什麼環境 嘩 即船撞過來了 即船又撞過來了 喂 那你怎麼搞呢 哈哈 喂 你又說不霸 叫Morris 他說不霸 Morris說是嗎 那中線那架飛機呢 哈哈 是啊 接著 法國論到台灣 台灣的外交 吳超市 喂 吳超市 中國說永不稱霸 你那邊有什麼環境啊 嘩 嘩 我看到第69架共機了 哈哈 那你就大陸了 你說永不稱霸 但是現實見到又不是這樣 所以真的很難搞 戲劇治療師陳寧謙用故事 療癒每個人的內在小孩 撫慰因為玉兒而身心俱疲的爸爸媽媽 洗滴古路創傷 首謂孩子靈魂 別告訴孩子月亮會來葛爾朵 希望學感動出版 如果可以穿越時空 你有沒有想過回到上世紀的大時代 在巨變之下 你會選擇安心立命 還是孤主一宅 《挑戰九七》 一套經典的亂世遊戲 讓你在遊戲規則裏作出選擇 同時反思在動蕩不安和繁榮安定之間 會不會還有其他結局 《挑戰九七》 今年第四季限量復刻 小白又在香港長大 講粵語、講廣東話 去了第二個地方之後 開始不講了 為什麼呢? 即是我們給了一個方法 給了一個工具 給了一個系統 先建立出來 想學的人有選擇、有方向 在他學了廣東話之後 其實我們需要有文化的教材去放進去 我們其實不是單純想回到19年之前 而是我們經歷了香港的流散 香港的發展之後 我們其實有全新的教材 盡量全面的香港給小朋友 讓他們做判斷 讓他們去思考 我看回習大大整篇講話 其實這篇講話都挺長的 首先我覺得翻譯很辛苦 因為習大大用中文講了一篇 四千字的講話 然後 有文言一心回來 人家擔心 但我們剛才問的問題 是沒有一條答的 首先整個題目裡面 就是沒有提到這個債務問題 如果你說這篇講話 其實我是那個吃飯的那個人 給了四萬元 那一個 我是有機會翻桌 我是這樣 我等著開飯 雖然 High Origency 不是特別好吃的 這間酒店 其實他訂了一間幾差的酒店 放明中間的人 所以很厲害 即是法國龍 你有沒有想想 其實他吃的餐 就是四萬元一張桌 吃 High Origency 不是最美的那間餐廳 cew 老師也習慣了 對 沒錯 不用路 看我的電話 要買一遍 看我的電話 打算了 是 ссыл 就是 但是你下面 comes 真的要開飯 但是 上面的領導人說這些話 尤其是下面 是一些商界 我就 Esper 你會講 三 SQL 你第一件事就是说你当前经济危机有什么问题 你连那时候Donald Zung见到那些资格 他都会跟你说我现在在预期未来有更大的经济风险 我们大家不一起去阻止他就很有问题 政府是要先于市场有所作为 然后改变自己的不作为、不干预的政策 这个江奇士是连Donald Zung都够胆出去在资格面前 就是说这番话跟你说这件事 然后第二件事就是跟他说我见到第二个问题就是世界的商界不合作 现在不是一起面对recession 所以我们这里面对的是一个香港面对更大的危机 曾荫权不是读很多书的 都会说这些东西 整个习大大的讲话是一点经济观点都没有 说一下什么飞虎队努兵 说一下什么天人合一 接着说两只熊猫 说一下中国去三藩市的工人 我是那个老板 我听完这段话 我觉得我的人生浪费了几分钟 好像台湾现在形容听完某一个总统候适人 听君一直说就如听一直说 这个说话很棒 听君一直说如听一直说 说完等于没有说 你说得对 因为其实其实外国 外国头有线 譬如美国 就是大家都斗吹的 但是吹得来最终 都是看你实质的表现的 就是听你吹得够多了 我要看你做了些什么出来 你说得很对 有几个问题 债务问题 不是你不说就没事了 现在摆得明就是境外债 刚刚融创结果搞定了 但是融创那几十亿而已 你其他的那些 恒大也好 迫迫也好 那些境外债 你延期不还 是吗 那我有什么信心去买你的资产呢 好了 你说债市 我又看不到你比较信心的 譬如你突然出来说 我们已经责成了 所有境外债 我们一定会全面滑 我们一定会负担起所有我们的债务问题 那你就可以存在美国了 我们不是美国 美国债务越来越多 我们不是的 那你又不敢说 股票市场就退了 这个算了 这个不要理了 其他还有什么问题 譬如经济增长的问题 譬如说出来 又或者你实压实实地说 我们会怎么做 是吧 那现在这个世界关注的东西 现在世界关注的是什么呢 地缘政治 是吧 其实我可能做到事的 但是商界未必关心地缘政治 ok 你说你答应 不是 另一个会我可以讲给你听 有另一个会讲 geo politics 又是商界会来的 geo political risk ok 是 好了 等一下你补充地缘政治 如果说商界要关心的意义最重要的就是 供应链 怎样去防止单一供应链的风险 所以才说de-risk和China plus one 好了 然后现在讲供应链里面最担心的最关键的就是半导体 是吧 那你中国现在有什么offer出来 是帮到人解决这个半导体的风险呢 虽然这个讲法就很哲学上是矛盾的 因为那个风险就是你的风险 你怎样降低你自己的风险呢 就是刚才讲过资讯不平等 资金的问题 法例的问题 你说出来也好 起码是虐重的问题也好 比如说 我们的法治是越来越近乎国际水平的 我们是会继续引入海外的法律专材 我们会引入更加多的媒体 我们会令到我们媒体监察更加好 我们会开放互联网的 你说这些就很厉害了 其实他不用说这些的 有一样东西我觉得他做到 我应该都很厉害了 他是领导人峰会来的嘛 他跟波叔坐在旁边 因为一个是China 一个是China Hong Kong 其实他斜对面的就是Morris来的 他走过去跟张忠谋握下手 大家就会感觉到有不同的事情 走过去跟他说 TSM真的做得不错 对啊 对啊 你觉得很对啊 拍摄照 在IG打卡 耶 对不对 对啊 对啊 跟人说我跟张忠谋俩拍摄照 我就不知道张忠谋如何应对 可能他想清楚 张忠谋俩你不要玩我了 你都要阮害的啊 张忠谋 对不对 你没理由 没理由 人家帮你欺欺 没理由习近平跟你欺握你 突然你又怎么办 没理由的嘛 原来 你好 你好 我會這樣 江湖再見 不會的 你說得很對 你要做 我的樣子都差很遠 你什麼都沒有做過 還有習大大要去走的 就特意走去旁邊那些 美光在這裏下面 你就要去那些東西 你逐間逐間走 逐間逐間晶片廠走 我又不相信習大大去晶片廠參觀 晶片廠是會閉嘴門口的 所以按道理做這堆東西是可以的 但是沒有做過 放不下身段 現在的問題就是 你現在整個大局撥起了 他們真的覺得東升西降 覺得沒有你不行 中國經濟是最好的 東升西降你不可以跑山 這個人是矛盾的 各位網友 所以你波叔就要幫他分憂 理論上 所以我為什麼這麼生氣呢 就是我們為習大而憤怒 這幫這樣的香港官員 他們還在罵美國 還在 今天有什麼新聞 還在罵美國 什麼不好啊 痴痴而避 之前說制裁 痴痴而避 黑社會 那你這就大無關 還有是說什麼 日以繼夜 日以繼日 去美國領事館示威嘛 就是了 但是波叔其實說真的 你不要說習大大 走去見Morris 你剛才說波叔見Morris也可以 如果波叔不去見Morris 他走去跟黃仁勳 黃仁勳有來開會的 APEC在領導人峰會 旁邊同場有一件事叫做APEC CEO Summit 就是那些有錢佬的CEO在開會 我記得當日是黃仁勳在附近的 黃仁勳在美國沒有的你約他 我又不相信特首走去約這個 雖然我也不知道有沒有人想來他 但是起碼會先見一見 還有我想是連Navidia也好 美光也好 大家都知道波叔是一個香港、中國 走去見他 是在代表不止香港的東西的 所以這些是值得去做的 但是很明顯波叔真的沒有什麼做到 這個就是可悲 我們都算是金融媒體界 其實你看到香港現在的金融地位 是淪落到這樣 你真是非常可悲 以前你說得對 譬如曾淫權 無論他作為財長也好 作為特首也好 大家都給你幾分賭面 畢竟你有錢 但都還未算你背後是中國 那時候你背後是中國 你後面坐著製造業第一 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全球最大的新興內需市場 而你香港少有的一個中央政府 是有錢的 沒有負債的 喂 你很兇的 是不是 然後我們金融海小城 我們救你泰國 我記得嗎 借錢給你泰國 現在那些人根本看不起你的市場 是吧 喂 你自今墮落 你講股市 都不知道拋到你去哪裏了 是吧 我是 不是 說那頓飯 都不知道拋到哪裏了 剛才是否說中國建商當然是那頓飯 你再去看一看 留意一下 中國那頓飯 他是有講中國的delegate 中國delegate裡面 包括是有些什麼人呢 當然是有 His Excellence 然後就是蔡奇王毅 然後有一個就是 這個我不懂的 因為我不懂拼音 有一個Policy Research Office 然後藍佛案 然後黃雲韜 然後馬... 應該是... 哈哈哈哈 又難了 三個字的 馬飯 都不是 馬趙瑜 什麼馬趙瑜 什麼馬趙瑜 不懂了 然後還有其他的Ambassador 沒有一個是香港代表 其實整頓飯 中美之關的關係 香港是連head table都不見他 我懷疑其實 後面那些table 都應該沒有香港代表 所以其實整個香港是錯了 這個就是自我矮化 見你都沒有意思 你又說不出事 這個就是玩爛了香港 這個呢 又怪不完中央 是你自己... 就是彭定康說得很對的 OK 所以彭定康說話 這麼容易就是這樣 他說香港是捨香港人走的 你自己玩爛了 是人都見到 就是你根本 那些錢又不是你的 權又不是你的 你聽了誰都說 是不是 你把口說一國兩制 你可不可以 不是跟這個 就是跟今上的意志 是不行的 所以我和你談 我和你談什麼都沒有意思的 但是你們說 喂 過來上市 我們現在港股 現在低位 真的 我們很多錢在那裡 很多錢都放在NPF那裡 你一來上市 幾百億 立刻幫你炒成幾十倍 好了 最後是不是你作主 我會請示習弟 那我直接找習弟 然後反過來我想說 放些錢在NPF 你幫我炒成幾十倍 下面那些銀行人 是你炒成幾十倍 還是我們幫忙炒成幾十倍 先不要說 炒出來的那個人就是我 炒也是我 你又要叫我做你玩事 先不要說 先不要炒掉 我們相信可以炒掉 扎禁制的都不是你 給不給他上市 那個人不是你作主 你都可能要請示範 這個不是誣衊 是外資這樣覺得 是不是 你只要看外資外界報道 都不是你作主 先不要說你有沒有錢 何況看你的款式 死樣子都炒不了 是不是 現在那些人我放在印尼上市 我放在印度上市 我放在日本上市 我放在英國、歐洲上市 我都不在你那裡上市 是 出到來的結果 就變得非常之差 然後今天就是有一宗新聞 走了出來 就跟大家說 香港的IPO銳減銀行家放一個月大加 有些律師樓就說 是職業生涯最嚴峻的交易環境 由2020年的520億美元 去到今年的46億美元 真是零頭都沒有 這個很誇張的 譬如我見到有一篇文章 想不到那篇文章就出到街 就是Deloy的那個中局區 哇 罵到 清盤王的那個 清盤王的那個 清盤王的 哇 隨便說 這樣都出到街這篇文章 其實大家可能 其中香港為什麼這麼有錢 或者香港的資本市場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其實很多我們各行各業 我們不會接 就算我們都算近這個 可能你也算近這個 可能你也算近這個 我不知道 政界也好 那個法律界也好 我近這個財經界 我們接觸不到核心 那個核心呢 賺點錢呢 是嚇死人的 講的就是說 譬如IPO上市 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香港以前上市上了這麼多呢 香港是曾經是全世界集資額 Top 3 甚至好像試過Top 1 就是整盆中概股來香港上市 是啊 是很厲害的 最厲害的時候 譬如阿里巴巴上過一兩次 那一上去是幾百億美金 他們賺的那些費用 你當你100億 100億 2% 就兩億了 美金 那裡養了幾多人 你那間公司來上市 你要有個保證人 然後你要有匯計 然後你又有律師 那時候那些律師行 賺最多錢的那些 他就只是幫你搞上市而已 Ibank最賺錢的那些 就是幫你搞什麼 M&A IPO 這裡養了一群人 現在你的雜資額到這樣子 這些最上級的金融業就萎縮了 那這些最上級金融萎縮的話 我是Ibank我會怎麼樣 我就會弄走那些人 是不是 我就會弄走那些人 那這個就會像你們那樣講 我估计香港的网友可能未必很清楚 但是你说的那个圈子就很清楚了 就是说币家那些律师 就觉得好像寒冬那样 你就这样看表面数有没有理由这么差啊 香港经济 不是啊 如果你说五百多亿去到四十几亿美金 我真的觉得很差啊 你跌了九成生意啊 你一间公司的九成生意呢 三年内跌九成生意 你倒了很久了 现在大家就放假了 就立即放假了 幸好就是那个底子够口而已 但是有些银行都顶不住了 有些银行就剪掉IPO部门了 即是立即就剪掉了 你看到他回不了来 我连个人都免得剪掉 就剪掉了部门 律师流有些已经转走了出来 其实这宗新闻就是Bomberg开始做起 我记得IPO volume做起的时候 你看到以前IPO的交易 原来我们香港最高峰的时候是在做一百个交易 IPO是一百个上市 几天出了一只的 几天上一只股票 如果大家有炒股票 我估计有些网友有 譬如你的那些证券 那些APPs 它不会提醒你明天有什么股票上市的 一两三只这样的 你这一只是8688 明天又上市的 超乎多少 一个9988-8888-88大家 每天都有3一只的几个 你想想一个多70亿 小的几亿 中型的大小数比20距 这里就好像你说的一年连来中的 sitio数百亿 而這幾百億是在說 集資額幾百億當中牽涉到多少錢 你會不斷轉過 我想說的就是 可能有一些朋友在香港都覺得經濟差了 但是你沒有那麼入獄的 做這班那些 這些是最elite 最premier 做丟的那班 做丟的那班 他們就感覺到 那你說有什麼影響呢? 這個是代表整個香港的金融市場流轉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這些錢要流動 還有做丟是第一單來的 做丟的人是做什麼呢? 就是我做完丟 跟著才有 maintenance 才有其他的 就是有很多人在後面是做一些 routine 事情 我們大部分經濟的人都是做 routine 事情 做丟其實是 front line來的 是跟你說我一開始就丟幾百億出來 好了 搞定了 你命廳、custodian 所有事情 就交給隔壁那人做 跟著隔壁那人要吃飯 吃飯 吃一間好的餐廳 然後就擠漏到下面的機械 所以如果這個交易沒有了 就是由五百多億的交易 剩下四十多億的交易 你不是今年沒有生意 你下年沒有生意 這樣才是麻煩的 你是中環沒有生意的 你是金鐘沒有生意的 是啊 你入錯了什麼? 原來我們在香港IPO不是一百單 一百單是很正常的 是一五年去到二零年都有 一百年那個是二百單 原來是 是啊 有的 有的 很誇張的 二百單呢 香港的飛鴻日 都只有那二百多天 二百單就是簡單來說 兩天一隻都差不多 是啊 其實這個故事發展 為什麼會這麼厲害 就是因為香港的集資市場很炒 有錢 天天過千億 甚至最高峰時二千多億 全世界都來香港這個市場炒 那你就過來上市 就像Jucky說的 上市就養了這一大棚人 是吧 會計 律師 iBanker 是吧 然後你炒新股 你牽涉什麼? 借孖錢 一整大股票 扣起幾百億錢 香港是厲害 令到那個集資市場是 天天都幾百億 轉來轉去貨魚輪轉 是很厲害的這件事 這個速度一縮了的話 又要賣廣告 回到之前講的講完的價值 為什麼香港的M2 那個貨幣供應 是GDP的差不多八、九倍 是啊 是的 其實我們購入了錢 為什麼會引到這麼多錢出來的 不是說真的印出來 而是為什麼會出了這麼多錢出來 就是因為夠錢 放在那裡再借 再炒 再借 再炒 滾幾十轉 會滾到這麼大 是吧 現在這個速度一轉慢了 會出現什麼情況呢 就會開始乾水了 所以 我一見到USCC的報告 我說糟糕了 開始大家意識到這件事 USCC不是其中一部分就是講香港的聯繫會落嗎 是 他就覺得 你說 USCC要補充給其他人聽 未必知道是什麼 USCC就是中美的經濟及安全檢討委員會 這個就不是由國會下面成立 但是就不是國會議員坐席的 就是國會的Chief Stafford 就是主要通常有時候是幕僚長 又或者研究中國的Stafford 就坐到這個Commission Board那裡 那可以說是這一班議員裡面的China Hand 怎樣去看 剛剛出了一份聯繫報告說香港很金的 你基本上是所有制裁的東西你放下去 可以看到的 MPF 那些法官制裁的東西你放下去 他直接說你維持MPF 推薦你制裁 很瘋狂 你看看 英國還沒這麼想 他直接寫著 香港人某些官員維持MPF 我推薦他制裁 然後說法官推薦他制裁 然後說什麼呢 剛才你說的那一部分 那一部分就跟我們有關 他說我正在檢討聯繫回律問題 我認為聯繫回律很霜狂 過多三四天之後 中國不知道哪一個人在第一財務 還是哪個報紙 弄了一個新聞出來說 香港的港幣應該派人民幣 而不是派美金 兩個人合起來 在我的角度看起來 是瘋狂的 是啊 現在 香港的聯繫 當然香港會立刻出來回應 我們沒有意欲去改變這個聯繫回律 現在不是說你有沒有意欲的 現在USCC的挑戰 你有沒有能力去守住這個聯繫回律 好了 他們就會說 不是 我們很穩健 我們每一元的港元 不是 每一元的美金 我們有七個八個港元 是吧 反過來說 我們每七個八個港元 我們有一元的美金 我們外匯儲備還是很大的 頂到 但剛才我所說的就是貨幣供應 你其實有很多錢印出來的 OK 只要 那些人失去了信心 當然我們是很有信心的 我們只是擔心那些人失去信心 所以各位網友千萬不要失去信心 但如果那些不生性的外資失去信心 他們將港幣變成美金 然後拔走 這是第一個可能性 第二個可能性就是 現在人民幣在香港可以做結算 因為香港是最大的離岸中心 那就是說人民幣可以變成港幣 港幣可以變成美金 那如果美金流走了 那你就不夠美金 其實USCC又在說這些 但這個我是不明白的 其實我們那個 我們是有外匯儲備的 我們那個外匯儲備是頂住了哪隻M 因為是頂住了我們印出來的港幣 還是我們在說的是M2呢 就是借貸這麼大的M2 我們也有外匯儲備被Owen頂住了 問得好 suppose就是貨幣基礎來的 就是不是借貸的M2來的 是M1的部分 因為是這樣的 因為譬如我是銀行 我要印7.8港元 我就要放1元美金 就是Central Bank那裡 但是那個問題 你的7.8港元 最後會不斷滾上去的 就是我所說的變成M2 因為你印了7.8港元之後 我給了你 你把7.8港元放回銀行 銀行不斷滾上去 沒錯 現在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這個M2 失去了信心 轉做美金 你不能不讓它轉 那會出現什麼 其實我們的外匯儲備 是不夠頂住M2的 我頂住基礎印刷的部分 是的 沒有可能夠頂住M2 所以過去我們看到 港幣有信心的原因 是因為我正在換人民幣 只是在換美金的時候 我換的額度不是很多 我還是在換基礎那一部分 所以我們的外匯儲備 還是很穩健 但是What if 突然間M2 持有那些人 突然間說 我轉公司 搬走 就由HKB變成Bank of America 那就整個幾百億射過去 我就不見幾百億了 有機會我們是不夠錢的 中間的過程是怎麼樣呢 你的港幣就會弱 USCC份報告就是 這幾年期間 升了藥方保證幾十次 其實換下換下換走了幾千億的 就是這樣 他的數有數可以計算的 因為銀行體系的那個 銀行體系的那個美金結餘 本來是由幾千億的 現在就得了幾百億的 他的數就是這樣計算的 說真的 留在香港的錢 我們先假設他不換 現在更加有一個可能性的就是什麼 上面要外資 就是你欺藥方保證是因為香港人拔走錢 然後習大大首先叫你解繩 叫波叔解繩完繩之後就叫你唱歌跳舞 下一個跟他說 我見到你的美金多 你可不可以過著幾百億來洗著 或者千幾億來洗著 所以我們一定要全力去保佑中國能夠跑山成功 拿到外資 中國有外資 我們就不用擔心了 香港 哦 果然去到最後真的很正面 很正面 充滿樂觀的預期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希望今天我們開始就在想趙元松的故事 結尾就說出這麼恐怖的事情 但是你這樣說完之後 我覺得我應該要再開一個題目的 理解 應該要看一看 不是的 要開一個港元掛勾的問題 其實USCC說完之後我一直不理 因為對於我來說USCC不是一個大坡 它是一些工資開的坡 它可能提出十條的政策 有九條都未必採納於國會員 雖然格拉格那些是否也會採納的 我相信 那些什麼 他那個 我建議那些當然是強烈貼責 是不是 強烈貼責責 我經常都說是中國人就不要用美金 是不是 但是我想說他的觀察是細節得令人可怕的 他香港觀察是寫了很多頁的 你不要以為我們剛才講一段 整份報告很厚 很誇張 他已經是所謂知己知彼 他已經知道了你桑中發生的事 無論你的司法的情況 那些案件的細節 這些我們不常講的 整個貨幣 就是那個外 剛才講的聯繫匯率 發生過的那個情況 他都說出來 所以這個是有些令人擔心 就好像你的底牌被人看了 其實簡單來說就是 那幫的美國人 真是很熟悉香港的 這個是我們真的給它一些驚喜 其實我猜他在香港的針 或者在香港的研究是做得很精細的 剛才看回那幫人 不是很多是中國的樣子 嗯 是啊 所以一定是有鬼 我覺得是要捉內鬼 哪個官員是有外國護照的 一定要拿出來查問一下 是不是 黑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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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強懂英文的嘛 誰是黑強啊 黑強啊 是不是他啊 先人不要搞了 先人不要搞了 那你說捉鬼的嘛 哦 不是那個鬼 內鬼是鬼 那是不是李強啊 李強都會講英文的嘛 不知道啊 嗯 所以我們就留意著那個外資的情況 都有一句啦 就是國家好 就香港好 是 國家有外匯 就香港都有外匯 就是這樣 而香港有外匯呢 就國家都會有外匯的 哈哈哈 就是這樣 後者呢 我覺得喜歡前者多些 後者香港外匯 國家外匯我怕些 是啊 所以這些外匯呢 我真的見到很生氣 OK 我先戴著 哈哈哈哈 你猜得你的美金 我在這裡沒有美金的 我都起碼 你多一點 是啊 咦 我真的沒有 換一些外匯回去 救國啦 快點靠你啦 我只有五元而已 是 集應成口啦 五元也是錢 是啊 幫到一點 哪些人會用實體金錢的 在這裡 我真的唱了好笑 我想幾百元而已 我都是 兩百元左右 對啦 對啦 你都不用的啦 可以啦 我幫你處理啦 OK 好 那麼 多謝各位網友 今天支持啦 又輕輕鬆鬆啦 邵譚湘 中國經濟啦 下個星期呢 就在台灣選舉方面 就應該有更新的更新 看下什麼情況 什麼時候截止 應該今個禮拜截啦 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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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出街都二十三了 沒錯 明天見 是啊 如果二十三號 大家知道哪個副總統的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沒錯 沒錯 OK 好 交給大家 好 下集再見 拜拜 香港人還可以在哪裡看到新聞呢 眼見記者的流失 編制的減少 資深記者的離跡 令到新聞資訊開始少了 即使留得低的資深記者 分析完單新聞 播出街的時候又怕又怕 所以在這裡 我願意請大家支持我們堅尼地球的製作團隊 簡單透過一個Like和Subscribe 就可以知道最新的動向和資訊 如果大家行有餘力的朋友 也可以加入我們YouTube頻道 去收聽我們的深度分析和專訪 多謝大家